三號選手請上台 Despacito 早安 公公 你幹嘛用一樣的眼神看我呀 沒發燒 也沒下紅雨 豬也沒在天上飛 怪了怪了 公公 你在自言自語什麼 我都聽不懂 我才不懂你最近的行為呢 到底什麼原因讓你脫胎換骨 變得如此乖巧聽話 完全辱獲老師的芳心呀 哈哈 偷偷告訴你 其實我最近看了一部電影 老師 你會不會回來 看完之後 我好感動哦 那你搜搜看哪一段 啊 這是夢 啊 救命啊 地震混頭呀 凌晨1點47分 台灣發生瑞士規模7.3的大地震 震央在南投幾級 震源深度8公里 全台持續晃動 106秒災情嚴重 裡面有沒有人 裡面有沒有人啊 有的話請你喊一聲 啊 阿媽 你出來了阿媽 你不要丟下我一個人啦 老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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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還在裡面 你幫我把他救出來 哇老師 我們現在沒有親人 也沒有學校了怎麼辦 老師 你會不會回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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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片段讓我熱淚一框 我覺得老師們好偉大也好辛苦 就像我們學校的老師一樣 他們要從山上來到山上 教我們讀書 教導我們新的就是 也告訴我們許多的大道理 所以我決定要乖乖聽老師的話 減輕老師的負擔 唉唷 不錯喔 以後就向我嘟嘟學習就好啦 為什麼 因為早在電影上以前 我就看完這一本書啦 哇 就看看 真的 好的事物必須耐心的等待 我也要講一段書中 最感動的內容 爸 我的工錢呢 花掉了 你花掉了 那是我辛辛苦苦 抓來要去找學分的錢呢 嗯 我不然繼續待在這裡 這樣一定沒有未來 我要離開這個家 鄭忠 欸 老師 你有困難就隨時找老師 不用擔心任何事情 這點錢你就先拿去用吧 老師 我 拿去吧 我 老師 我一定還給您的 老師相信您 你一定會還給我更多的 黃鄭忠老師出聲貧困 對他而言 當初那位老師給他的不是錢 老師 希望 鄭忠老師藉由教育 改變了無數個學生的未來 過去他只有老師上住過 讓他度過難關 現在他有能力了 並不忘本 他將希望帶給更多學生 我明白了 感謝的方式有千萬種 雖然我們年紀還小 但可以依自己的能力 還好的感謝對方 如果每個人都能持有感恩的心 相信這個社會一定會很美好吧 嗯 如此可教也 書中可以看見老師的付出 也可以看到夢想發揚的過程 這真是值得推薦的一本好書啊 是的 講恩師傅 讚嘆師傅 謝謝師傅 謝謝師傅的開幕呀 好的 既然你明白了 書就見你吧 耶 哇 要記得感謝我 我要的不多 請我一顆牛排就好了 感謝你這件事 90年後幫 欸 你沒有辦法 好的事 我必須耐心的帶 是你教我的喔 我是光希 我是瑞虹 看完了我們的表演 你是否想起生命中的貴人老師呢 書中訴說著 王振中老師透過教育 翻轉了自己的人生 也因為一場地震 喚醒了他對教育的初衷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你說呢 畢業後最遠的距離是忘記 最近的距離是感恩 我們誠摯向您推薦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時間4分23秒